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思敏 两岸大事国际震惊军事脉动 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节目一开始 欢迎嘉宾参与讨论 首先欢迎台大政治系教授佐振东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议员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师 校围主编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晚安 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关心到的是最新消息 这是北美的防空司令指出 7月24号这一天发现了两架俄罗斯的TU-95 还有两架的是来自于中共的H-6 一共是达到了四架能够搭载核弹的战略轰炸机 进入了距离陆地300多公里的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 北美防空司令部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来看到派出的则是美国的F-16 F-35还有加拿大的CF-18战机 来进行相关的拦截跟追踪 俄罗斯国防部也做了回应 这次行动是俄中轰炸机编队在 楚科奇海 白令海 还有北部太平洋执行的 一共达到五个小时长时间的空中巡航 同时呢 这也是中国大陆首次将它的轰-6 也是中俄的军机首次 同时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 今天我们要来特别关心 刚刚特别提到的俄罗斯的TU-95 还有中共的H-6 虽然都是冷战时期的老战略轰炸机 但是都能够搭载核弹 阿拉斯加其实呢 在冷战时期就是美苏对抗的第一线 这一回我们看到中俄战略轰炸机 首次进入这边是向美国来释放核战略 施压的一个信号吗 夏伟哥怎么解读 其实核战略这个信号 我倒不觉得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 因为如果说真的要进行这个核战略的这个释放的话 以现在来讲 你用这种包含可能这个战略弹道飞弹这个前舰 来那个展示这个能力 反而我觉得还更好 就是接近威胁这个部分 那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他们这次组成这个联合巡护的这样一个任务呢 主要当然其实要向美国 有某种程度来说要提醒你 今天整个太平洋地区 也不是每件事情都是你说了算 怎么凭什么 你可以划设你的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 我们就不能划设我们自己的防空识别区 然后你每次这个亲门踏户 逼到我的这个领海基线之外 这个来进行这样一个侦查的时候 难道我就不能够有所行动吗 等于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大概都是利用这样一个方式 对美方传达一个 以比之道还至比身的这样一个矿位 也就是说因为其实你看 特别在西太平洋这边 美军现在经常 当然因为两岸之间 最近这几年的这个紧张程度越来越高 所以你看到美军的这个RC35电子侦查机 这三不五十就到台湾这个西南空域来绕一下 然后来侦测 那个陆方是不是有些这样一个军事行动 那你其实 当然你从这个陆方的角度来看 今天联合国海洋把公约所公布的这个包含这个领海 领海基线上空 围领空等等 这些东西是联合国海洋把公约所公布所承认 但是假设说今天你可以飞那个在我的这个领海 那个就是领海的这个范围之外一点点 然后呢就拿个大望远镜来看我家 是你你高不高兴啊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我倒觉得不要用说 虽然说这两种飞机感觉都是可以拿来丢核弹的轰炸机 但是很诚实的说 这两种轰炸机要拿来丢核弹的话 我个人认为啦 在现代战场上它的成功几率是零 真的是零 为什么这两种飞机的这个性能 都不是所谓的现代化战机嘛 或现代化的这个军机 你如果说今天它派的这个轰炸机 是两国好 现在可能都在研发的什么逆宗轰炸机 或是说类似像美国这种B2轰炸机 这种等级的飞机去 那的确是有战略威褶的这样的味道 那但这个部分呢 它其实就是有点就是说 像美方表达说 你好老是一天到晚在我们这边做这个抵径侦察 对不对 现在我也飞到你家门口 让你来紧张一下 你看像美国加拿大等等 马上就派出了战机 全程半飞嘛 它的意义好是在这里 某种程度来说 因为我刚刚讲 这两种飞机在现代核战争中 执行核任务的成功率真的是零 它的性能老 可以说是非常老 你要面对现在各种的 不管是防空飞弹也好 或是战机的拦截也好 大概你要能够成功拦截它的几率 真的是百分之百 就是它能够真的在核弹飞到你家 可以去丢你核弹这个距离 它是根本到不了的 但是呢 今天它可以用这个方式 我也到你家来了 我也拿着这个望远镜来看 你是不是也会觉得不高兴 你要觉得不高兴的话 你以后在这边你就收敛一点 有这样一个味道在 好 所以核威胁没有 但是中俄针对美国 当然是寄出了警告 我们持续来看到 那中国大陆的部分 相关人士也做出了相关的发言 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位 是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张小刚 他说这是从2019年以来 中俄第八次的空中战略巡航了 还强调这一次的行动不符合 也不是针对第三方 而是符合相关的国际法 与当前的国际地区局势都没有关系 另外一位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海军大校 曾经有这样身份的这一位 是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的研究员 张军设作的分析 他说此举展示了我们维护 全球战略稳定的决心能力 他还说呢 对中国没有不良企图的国家 不应该因此感受到威胁 还说阿拉斯加的海空域 对中俄两军来说并不陌生 我们要来特别看到的是这一位学者 他有解放军背景而且特别强调 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来解读他的雄外之音维和 另外他也刚刚特别提到说 阿拉斯加海空对中俄并不陌生 是代表未来中俄海空战力 会进入阿拉斯加 而且呢会是常态吗 郑中老师怎么看 好 首先这一次是第八次 中国大陆跟俄国的联合战略巡航 那这个第八次是怎么来的 就是说他从2019年开始 2019年20年21年都是每年一次 从22年开始变成了每年两次 所以到今年第一次就变成是第八次 那么这个过程里头呢 其实双方的这个合作还有更进一步的推进 因为从这一次中国大陆这个H6的这个 就是这个轰炸机啊 轰6的轰炸机进入到这个阿拉斯加外围的 这个航行的这个轨迹来看 这个飞机可能是在俄罗斯起飞的 换句话说双方其实在过去的这个联合巡航里头呢 就已经看到了什么呢 就已经看到双方都有尝试 把自己的飞机在对方的领土上起飞 那所以这一次等于是把过去双方所培养的一个 这种合作也好默契也好 能够进一步延伸到这个美国的 北美的这个外围的海域上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这个最近不久前 美国的这个北方司令部才提出一个这个警告说 中国大陆可能对于这个北美的这个外海啊 它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因为事实上在这段期间里头都看到 中国大陆不只是说在这个 在这个北美外海啊 其实它的军舰已经出没在这里了 它的海景也来到这里了 那其实这里头当然反映的不只是说 它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个合作 也反映了它对于所谓这个北极圈呢 它有很强的企图心 因为它认为北极圈的发展 未来荣兵之后新的航道 新的这个自然资源的流通 这些都是中国大陆不能够错过的 一个重大的这个机会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 中国大陆会在这个地方有越来越频繁的动作 我觉得不只是看到就是说 它跟美国之间的一个 就是说美国的抵径侦查 它也相对来说扩展它的这个巡航的这个范围 我觉得还要看到就是北极圈 对中国大陆来讲重要的这个影响 重要的一个意义 那当然我觉得最后一点 还是要强调一个地方就是说呢 因为美国其实跟这个 它在这个全球上 它有非常多的盟友 那有这个北约 在这个西太平洋 有日本韩国 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当然对中国大陆来说呢 它也需要有一些伙伴 虽然它强调是所谓的结伴不结盟 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面对整个北约 还有包括这个美国在西太平洋的 日本 韩国 澳洲 菲律宾等等 那它也需要有一些合作的伙伴 所以某种程度你可以理解说这是一个双方可以达到相对势均力敌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好 所以除了战术上面的利益还有外交关系跟在北极圈可以获得的利益都是中俄这一次为什么要去阿拉斯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也另外看到美方的动作 美国也派了轰炸战略轰炸机去了俄罗斯吗 来看到的是画面上我们持续看到美军的两架B-52H的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从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的空军基地起飞了 好 现在呢是说途经了北极圈还有挪威俄罗斯交界的巴伦之海上空的时候 遭遇两架俄罗斯的战机给拦截了 这一艘B-52H按原定的路线南非最后顺利抵达是罗马尼亚当地的一个空军基地 我们看到美国的战略轰炸机经过巴伦之海首次部署到了罗马尼亚 对俄罗斯西部将会产生多大的战略威胁呢 另外我们也看到说近期美国和中俄都派出了战略轰炸机 经过对方的非常邻近的这些空域是要重塑和战略相互毁灭的一个恐怖平衡吗 有没有这样的意图 议员怎么解 说是核战的相互毁灭恐怖平衡可能有点过了 毕竟核武器使用的门槛很高 中美二三方也都有彼此稳健的对话机制 那当前就是在常规武器上面的对比跟威慑罢了 所以大陆的空军第一次把自己的轰6K开到了美国的家门口 要知道如果它带的是超高音速的导弹啦 然后或者是远程的巡航导弹啦 那么所能够打击到的目标就更加的远大 所以这是中国战略打击目标力量的一个强大展示 第一个这举动呢展现了中美军事的一个消长 或者是攻守的对比悄然发生了转变 因为过去我们非常习惯看到美国的军舰跟军机 然后到中国的附近来 对吧 可是现在可以看到是中国的海军也好或空军也好 都逐渐跑到了美国的附近展现了自己的自信以及实力 所以是军事力量上的一个改变 那么第二个呢 美国作为最早设立所谓防空识别区的国家 可是呢它却拒绝承认中国大陆自己的这个所谓相应区域 所以这也是一种双重标准 对国际秩序来说也是一种践踏 所以大陆这一次呢 也是自由航行 自由飞行 那这就是对美国双标的一个严重的回应 那过去以来的历史 就美国长期就打着 我们是自由航行 自由飞行的名义呢 就到世界各个地方到处乱跑 对吧 可是呢 现在随着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的提升跟地位的增长 所以也以更加自信的态度来展示 来做这些挑战 所以呢 正是这一种 对 你可以自由航行 那我当然也可以自由航行 叫做扣可往 我义可往的这种坚定立场 那再者 这当然就更加阐明了 就是中俄双方之间 它们的军事上面的合作 也可以看着是两国之间的合作 越加的深入 那这也是双方的一个缩影 而我认为这一次轰6K所带来的影响 很关键的是在于说所谓的核威射 是逐渐变成三位一体 也就是说从陆基当中 陆上发射的导弹 然后呢 再来是潜艇当中所能够宰射的导弹 那现在呢 再加上空中的轰炸机 然后所能够实现的三位一体的核威射 那过去呢 这三位一体的力量 如果是掌握在一个霸权的国家 它就会动不动地就开到你家附近 然后就是要不听话就揍你 展现自己有这个实力 那如果这个实力是在一个比较爱好和平的国家 它主要就是维持着世界的秩序 或者告诉大家 至少我是不可以欺负的 因为如果你来欺负我 我是有同等可以报复跟打击的能力 所以其实这一次中国大陆展现出来的是这个实力 地人政治 内政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动心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近战 环球大前线 全球观点 态思想 为什么 两个人 我们的一回感应 开始 员